警察局第三分局在过年期间 侦破一起专门刑窃 吉隆以及新北市汐止区一带 公庙香油前的窃案 逮捕三名窃嫌 吉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以吉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 吉隆警友占第三办事处主任的身份 办发破案奖金 鼓励有公园警 这是投地公庙里的香油钱 这是投地公庙 这个应该是做我们相信一点 这些土地公的过年的红包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胆大包天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我代表第三办事处 来今天特别到我们分局这边 来制证小小的心意 给大家鼓励肯定一下 谢谢我们这个政查队队长 还有我们这个政查队的 这些所有的同仁 包括我们三分局所有的同仁 感谢你们在过年期间 不免不业的还加班 埋谱 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 金融市的相信警察同仁人民保姆 真的非常辛苦 他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几乎都是没有休息的 连过年期间都要抓这些小小 所以这个安居乐也非常重要 所以秀英在这边代表金融市的市民 感谢大家 感谢我们警察同仁 你们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法院那边的裁定 其实要进监 这个案子破得非常漂亮 对我们侠内的治安 就是有很大的恶逐效应 破案就是最好的预防措施 我们再次掌声给我们 相关的公开 还有分别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